沙特阿拉伯一年之中最重要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开灾节 这上天的时间里面 沙特阿拉伯人还有大龙他们的家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面 连续收到前方的报道 关于他们今天去了谁的家 然后呢见了谁吃了什么东西 每个人都问起了我们 即便是我们已经回到了国内 但是大龙每天还是会跟他的妈妈还有兄弟姐妹们视频聊天 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 只要疫情一直持续我们就无法再见面 透过视频大家也看到了 沙特阿拉伯人家里的座子上永远都是各式各样的甜品 有的是自己做的 有的是外面买的 现在你们看到的应该全部都是外面买的 从包装上来看的话 但是呢我婆婆和小胡子们他们都喜欢自己做 特别是我婆婆 她会在开斋的前三四天就开始闭关 一个人开始搞所有的甜品 而且她每次都是关着门做 为什么 因为她要避开小孩子 像这种拿着椰枣在那个城乡上熏一下再吃 大龙说是近几年才开始的 在很多容器和摆件上 你可以看到类似这种阿拉伯语 他们写的是开斋节快乐 沙特跟中国不一样 它一年只有两个节日 一个是开斋节 一个是过半节 像很多西方的节日 比方说情人节 圣诞节 父亲节 母亲节 他们都是不会过的 阿特阿拉伯人他们的亲情还有一些理性 其实是融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 他们在庆祝开斋节的同时 此时此刻在中国的我们正在等着最重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在截出隔离之前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我们实际上在那个隔离房间里面 从上午开始就已经在准备了 已经打包好所有的东西 提前买好的纸箱把在隔离期间买的玩具 全部把它们装好 一起带回家 解除隔离的当天实际上就是开斋节的当天 所以呢 大龙早早的就把他给肉肉准备好的新衣服 新帽子 新袜子 拿出来给肉肉穿上 他自己也挺喜欢的 开斋节跟中国的春节其实有点像的 他主要的氛围就是跟家人团聚在一起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要穿上新的衣服 这个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传统 因为我们当天就把肉肉所有的玩具全部打包了 一点都没留 所以只能我们人工嗨 因为算算算时间的话 差不多也有十来个小时要度过 我感觉这一天是我们14天以来最漫长的一天 也是最期待的一天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 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把行李往外挪 因为东西确实有点多 等着等着就到了肉肉要睡觉的时间了 但是他又不愿意去睡 因为他很期待我们可以走出这个房间 因为我们也告诉他了 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最后一天 他特别特别期待 14天以来肉节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基本上没怎么闹 虽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待着 但是他还是挺配合 拿到允许解除隔离的通知后 迅速离开 我们要在第二天飞回上海了 我们将正式告别待来14天的房间 再见 再也不见 但果然事情就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的航班从下午一直延误到了晚上10点多钟 然后10点多钟又延误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4点半 在航空公司安排的旅馆里面休息了两个小时 我们大人几乎没怎么睡 可能咪了半个小时吧 因为太热了 然后小孩睡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肉肉也是在睡了两个小时以后 凌晨2点钟被我们弄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 4点半钟我们可以按时起飞 差不多到了早上7点钟左右 我们是到了上海 我以为对我们的考验真是结束 但是没有 因为我们到家以后发现 所有的管道水都是堵的 然后没有热水洗澡 因为热水气坏掉了 然后我们的WiFi还有电视都停掉了 然后4G的信号又很弱 这是为什么这几天我没有更新长视频 一个是我没有时间 再一个就是也没有这个环境 在接下来的6天的时间里面 我们会居家观察 晚上的时间 想让肉肉下去放个风 带着他下去拿个快递 我就是在家里各种收拾了 真的还是有点累的 但是我必须坚持把这个视频给你们做完 报个平安 因为我知道真的有很多人在关心我们 还有那些我不来个三会就不睡觉的人 对吧 三会